所以今天是用FM推 左邊這個是 客人買過來的 等一下 客人升級 左邊是什麼 左邊這個 低音柱 翻門吧 左邊是低音柱 然後這個呢 它中到音 可是其實它設計很特別 它不是像一般的事件室 它就是 它的低音 是發200的 它不可以調分明點 跟你們劇院就不一樣 有些事件是 你把分明點調到40啊 60啊 它不行喔 它不能調 它就是強制200 它發200以下 它是故意要跟左右銜接 所以它一定要擺一起 它相位才會一致 它如果分開來的話 它相位就會跑掉 但是這個有一個好處喔 沒關係 我跟你講那個 自己的坐我床 你要坐正後方 就是 你不用坐到底 你就靠那個 第二段 阿姆斯狀 聲音一出來 你會嚇到 喔 好喔 你像你一樣是風暴過完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 不然 呼啦呼啦當情急 蛤? 呼啦呼啦當情急 呼啦呼啦當情急 風暴完全沒有 好 好 我叫我女兒下去 有舞災 在電視上 叫你 等我 啊 就要不要 做這個 好 你可以 去眼裡 上去 站牢 湯 这个台定价好像快五十吧 快五十 也是二手的啊 你二手还买的 你二手买的 他现在有厂商带你吗 活运啊 活运啊 朋友越来越多 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 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 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的站在室室 这声音怎么像赵棚的啊 城外车水马 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稀吧 当然 寂寞并不代表空虚 在某些时候 避免不了的寂寞 可以让自己赤裸裸的面对自己 想一想 我曾经获得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但朋友早了之后 才莫名的安定下来 大家都忙吧 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 也要抽个空 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恋爱吧 朋友 真的希望 有空来做作 朋友 你是否还寂寞 为何从回着脸 流流在世界的离别 能从回着脸 明天上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放一个这个最近最红的 我刚刚去完